杀人政权离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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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染血的玩具 其实都是代表着一个一个 又丧尸的一个一个在加萨被屠杀的 被屠入的儿童的性命 那这是我们对这个以色列政权 这个杀人政权 这个种族格尼政权 这个种族灭绝政权最大的控制 从海洋到河流 巴勒斯坦要自由 从海洋到河流 巴勒斯坦要自由 这一年过去一年来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第一次 在全球范围进行直播的大屠杀 种族灭绝 那这个是前所未见的一个暴力 跟系统性的一个 针对一个族群进行的大屠杀 那在这个事情上面 我们已经一再强调一再强调 台湾在其中的地位跟位置 还有参与的角色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的改善 这一年来我们做了各式各样的尝试 但我们无法确定到底有怎样的成果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沉痛的要跟大家提醒 这一年来我们台湾政府 仍然是参与在这个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里面 仍然是参与在这个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里面 台湾的武器零件 台湾的军武技术 台湾跟美国的结盟 甚至台湾的自主国防 都跟这个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有绝对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对这个事情进行沉痛 而且巨大的控诉 我们也在这边进行呼吁 我们希望各位可以和我们一起 在10月13号加入我们的游行 我们在下午一点会从西门开始走 那希望各位可以加入我们一起 对这个无声沉默 而且共犯的政府 要出最大的控诉 我们跟西方国家的这个结盟 这个一直声称的人权 国际法跟民主价值 在这个炮火轰炸加萨的时候 已经在加萨的上空崩塌了 以西方国家为首 众多国家对以色列殖民政府 跟种族隔离政权的包庇 已经展露无遗 很不幸的 我们也是其中一份子 在乌克兰被入侵的时候 政府曾经大量的大声的抗议俄罗斯 跟巴勒斯坦被入侵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 这一年以来是一直选择沉默 甚至默许台湾制造 输送跟继续和以色列 和美国军武商进行 军武零件的贸易跟合作 加萨的大屠杀 揭示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正在崩塌中 台湾要加入国际秩序 跟国际社会 应该要选择的是国际法 人权法跟人权的价值 而不是丛林法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 Tabashtine will be free